是有被按下去的 也就是说你按下去将来 你在画图的时候 端点才会显示出来 如果你这个端点没有按下去的话 那它端点就不能锁 就锁不住 锁不住的话 你将来就会可能会点到别的点 那点到别的点 也许有可能就会画错了 好就会画错了 那相关的这个物件锁点 我想后面我们会用到蛮多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的设置方式 那这个特别重要 刚刚是按右键 使用图示请你怎么样 按右键把它打勾取消 那并且把隔线 有的时候习惯不要隔线 你又把隔线取消掉 然后在证交跟其作标 稍微切一下 切一下 再来物件锁点 按右键 看一下哪些将来 我们可能会用到点 有哪一些 我等一下也会说明 那比如说我今天呢 我用一个范例 我们用这个范例好了 第一题 这个第一题的话呢 它要我们画什么呢 画一个直径为70的一个圆 那你直径为70的圆要怎么画呢 首先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个请各位看一下 你游标放在这个上面 不是个圆 这个圆的地方 那你打指令cycle也可以 或者你打个c也可以的 不过我是建议各位 暂时可以忘记指令这一回事 暂时忘记没关系 因为上面都有嘛 那如果你要画一个圆 那画一个圆 如果你要画直径为70的一个圆的话 那它的半径是多少 那就是35 那就是35嘛 所以你就点一下圆 点下去之后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下方 其实它就有点像是对话的模式 也就是你点了这个圆之后的话 它会有一些问题出来 就是点了圆之后 它可以讲说 请你指定中心点或这些个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问题 它就叫你什么 要一个中心 它中心点我就指定在任何一点上面 点下去之后 然后往什么呢 往它的正方向 零度的正方向拉一下 如果我要刚好怎么样 这个 这个